好,我們下一套會講的動畫呢 就是這個《紅鶴的潘朵拉》 這一個是漫畫改編 原作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土狼正宗》 另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漫畫畫漫畫的 就是《六道紳士》 《六道紳士》不是《六道紳士》 正名是這個吧 人家寫《紳士》就不要講《紳士》了 專門人家筆名 你要講這個名字出來才能夠理解 為何一套動畫是一套這樣的動畫 因為真的充滿著惡趣味和紳士向的東西 沒錯,這一套是一套科幻的動畫 簡單來說就是有一個女主角 一個全身都是異體 是機械化的女主角 《七夕目入》 《侍郎正宗》還是《公學》 其實他跟《公學》是有小許的關係 在原作計劃的時候 不過《侍郎正宗》只是負責設定 《脈幻畫》那個和《劇情林》那個 都應該是《六道》 肯定是《六道》,你看劇情那些鬼樣 你覺得是《侍郎》嗎 很難說,兩個都是有趣味的 其實都是有些 不過不要緊 先去講異體這件事 女主角是一個全身都是機械化的人 而她就是去一個島裏 那個島裏就是 蔡南庫義島 幸好學員都試 是啊 其實在一個島裏 在一個船上 就考慮了我們另一個女主角 就是戴著貓耳的女機械人 付賴利用 相比之是她是一部機械人 一開始講完這一堆東西之後 還有她的主人 就是烏拉爾 他們去到這個島裏 就開始發生事件 那個事件就是烏拉爾 這個地方 就開始暴走 他們的機械 暴走什麼 就是下屬不滿以上師的工資制度 至於此來很不妥 做飯 搞大龍鳳出來 拿軍用品出來 搞好時 整個臨亂 這個前因後果 就是工會狗分 以及勞資上的狗分 基本上 單說就可以了 那簡單來說 之後 發覺了這個勞資狗分之後 我們的女主角 就發覺 只要碰觸這個 我們的女木機械人 庫拉尼雍的一些特別的位置 就要傳送數據 傳送數據之後 就得到更加強的身體能力 什麼位置 Toppies那些 有一點點接近 但是在另一邊 好像我說錯 應該是同一邊 你那邊更加危險 單田向下三寸 說完了 就是那些位置 總之又是說什麼 你在機械人碰到那些東西 就傳送數據 傳送數據 就是加強你的能力 就是reset router 又不是reset router 是加了一個新的patch USB傳送一個新的 新的patch 新的patch 然後新的能力 很簡單 打遊戲 就是好像Matrix 也會不會 都可以是這樣說的 Matrix 裡面說的就是 只要你下載了一個program 到你身上 你就會多了一個能力 它也是差不多的原理 基本上其實這一套動畫 我們講了這麼久 想講的是什麼 有一個人 似乎是有一個很適合這些能力 即是他是一個這樣的適用者 還有他一個機械人類伏之間的故事 因為呢 我們講那麼多東西 是因為他還沒講 他的主線其實是什麼 甚至那個黑幕 有些事情好像正在發生 但是我們在第三集 剛剛才開始講這些 全部都是 我都不剛剛開始講 那這套東西是講什麼 我到現在都不太明白 因為就是我也不知道他講什麼 大家都說 大家明白 這套東西 聖才 是六道神仙的作品 他這套全都是玩電波的 你明白為什麼我這麼辛苦 就是因為我就是不知道他想講什麼 現在都是 因為我神仙有興趣 他寫的故事 是他剛才知道他的故事講什麼 是 永遠都是這樣的 我想簡單講 我想最簡單講 就是 大家知道這套東西是鏡花開頭的 大家也會知道 這套是唯一一個會看故事簡介的人 我覺得你之後 故事簡介讀給我聽 因為我很努力想嘗試把故事簡介 以最精華的方法發給你聽 因為他真的不知道做什麼 所以就是 女主角失業福音 回向探查 怎麼會遇到這個工業意外 有一幫勞資特分吵 因為他去幫忙 就是這樣 因為勞資科那邊有個很可愛的女木機械在這裡 講完 搞定 有些角色 有些黑幕 有些賣文 簡單來說 有些趣味 就加一些 就是這套動畫 有些鹹鹹的 甜甜的 不可以錄到處才縮紋 不錯 沒錯 但你覺得好不好看呢 我會說 這個開頭 唯一好的地方 就是在於 令到你覺得這個 好像有一個大的報告在裡面 有一個期望在裡面 即是被人騙著 其實是被人騙著的感覺 你告訴我 有個開的鹵鹹鹹人 貓耳的鹽魚 要 OK 落答搞定 因為畫風那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 有些舊的感覺 很舊的畫風 對 真的很舊的畫風 對 真的很舊的畫風 有些不是 未必很合現在的觀眾的口味 我覺得 錄到畫風本身跟主流不同的是 對 所以這個 是不是一個賣點 就比較難說 對 角色裡面也有很多 很瘋癲的角色 即是很誇張型的 那些 又不是很見到 其實他們想做什麼 所以又很難說這個是賣點 所以唯一的地方 就是 你那裡有一個 告訴你 有個報告在這裡 而你信不信那個報告之後 有好劇情看 就是這樣 我不是很簡單的一句 錄到神獅 電波你瘦 瘦不瘦就不瘦 或者這樣 剃開就會看 你說到他好像被新防超級 很奇怪 所以沒知道 就完全不奇怪 新防超級 不好意思 我想都不會看 下一集